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今年广州市两会期间 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等八位委员联名提案 建议彻底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将企业缴交公积金转为向职工发放免个税住房工资 曹志伟同时建议 进一步扩大住房工资的使用范围和提取便捷度 一是扩大住房工资的实际使用范围 允许职工在购房 包括法拍房 支付物业维修资金 租金 装修 购买家具等与住房相关的消费 以及患重大疾病时 直接使用住房工资补足医保金的不足 无需申请 即可直接提取使用 二是增强住房工资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户记功能 三是规范提取住房工资的手续 建议住房工资直接通过电子滑账与住房 医疗等相关机构对接 实时监控各类住房医疗消费 以避免发生缴存人非法套取资金现象 曹志伟指出 广州市从1992年起建立了住房工资金制度 提高市民购房支付能力 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住房工资金带来的住房保障 但近几年出现住房工资金使用难 使用不合理的现象